诗篇 第十四篇 鱼丸人心里说没有神 他们都败坏 行了可憎恶的事 没有一个人行善 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 要看有明白的没有 有寻求神的没有 他们都偏离正路 一同变为污秽 没有行善的 连一个也没有 作恶的都没有知识吗 他们吞吃我的百姓 如同吃饭一样 并不求告耶和华 他们在那里大大害怕 因为神在义人的族类中 你们叫困苦人的愁算 变为羞辱 然而耶和华是他的避难所 但愿以色列的救恩 出自西安 当耶和华救回他 贝鲁子民的时候 雅各要快乐 以色列要欢喜